怎么了 我的户口业在单位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背书 说话 我不想考公务员 我根本就没打算考公务员 别生气 别生气 你问问他 从小到大 我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吗 这就是我养大的眼珠子 这么大的事 你都敢骗我了 我没打算骗你 我也不想骗你 但是我真的不想考公务员 我想当一名记者 去北京两年就可以了 你还想去北京呢 妈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想让我去北京 你说北京有很多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你会什么呀 混两年 没有成绩 你回来就能进编制了 这么好的机会会留给你 你也不动 你那个脑子好好想一想 北京人才奇迹的 你比别人强在哪儿 我不比别人强 但是我也不比别人差 我从小上学的时候 就没有考掉过班级前五 我大学连着三年讲学机 我上班了 我做选题 我内部评选全是有 我差哪儿了吗 你差就差在心理素质 你平常还好 一到观念时候就掉链子 高考的时候你不就趴下了吗 比你平常模拟考试 低了五六十分 你当年还想考政法大学呢你 是你想让我考政法大学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考政法大学 你想让我做律师 你想让我做检察官 都是你想的 我从来都没想过 有什么区别 你考多少分你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 如果是我想要的 我一定能考上 你想考就能考 就你那五百多分 你想上就能上 妈 你能不能 不要一直否定我 我从小到大 除非我考第一名 你才会给我肯定 其他师父你全在否定我 我吃饭点菜你否定我 我穿衣服你否定我 我工作我上班我谈恋爱了 你什么什么你都要否定我 我那是否定你吗 我那是为你好关心你 我不需要 你这样的关心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秦明月 你有点良心吧 我为你辛辛苦苦地 付出了这么多 我让你吃好穿好 我给你提供好的学习环境 你现在跟我说 这都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 我问你的时候 你干吗去了 你有问过我吗 你尊重过我的意见吗 你嘴巴上说的是民主 可是你本质上就是专制 当初你要搬到这儿了 我就不该同意 你看看你现在你跟你这些 好姐妹都学了点什么 说谎 说大话 顶撞大人 你还喝酒 你说我就是说我 你说我朋友要干吗 怎么了 我不能说吗 我说错了吗 你以前是这样吗 你明天就给我搬回家里去做 好好地准备你的公务员考试 你明天就给我搬回家里去做 阿姨 别生气 生气时候说的话 都不能当真的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们都冷静一点 妈 你从来都不了解我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从小最擅长的就是撒谎 你一直想要一个乖女儿 你不让我干的事情 我在你背后偷偷地我全干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高考比模拟考少 考了五六十分吗 因为我故意少填了一张打题卡 撒谎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我知道 我只要分数线够了 你一定让我报政法大学 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 我一定要当记者 我一定要去北京 我一定要去外面看看世界 我一定要去摔跟头 我一定要去赤库 我要看看我自己 到底能奔成什么样子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孝儿 你真行 没事 我去送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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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了啊 月亮 你月亮他也是着急了 他故意扫天打铁卡的事 是不是真的 我没听他说过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 帮着他一块儿骗我 真的没有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他说 好 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敢的 他 他可真是胆大包天啊他 你回去告诉他 这房子我不给他买了 我回去就把定型转了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别说北京 他就是去北京我也不管了 他和他爸两个人 他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 阿姨 你别这么想 我也回去吧 我来 真的嗎 我去 你 不要 我去 你 又把你 你 才算 你 我自己 你 就出来了 你 唷 去哪儿 去哪儿 去北极也行 你高考的事是真的假的 你这个人真的是 干大事的人 你这个人